为了表彰宗教团体对社会公益的付出与贡献 内政部宗教集理致师 每年都会办理宗教团体表扬大会 今年的大会由南途县政府承办 在内政部主任秘书黄俊逸的主持下 副宪长王瑞德及多位议员也到场恭贺获奖的宗教团体 宗教有教化人心的功能 可贵的是除了教化人心 他们也积极的投入社会公益 因此先元黄世芳急速预称 也恭喜获奖的164个宗教团体 并勉励他们能够持续的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也感谢我们宗教对公益事业不予娱利 只要宗教需要我们的所在 我们作民意代表我们也会来大力支持 来进化我们的人心 宗教的力量是进化我们社会的力量的人心 那透过这个表扬大会 也期许未来更多的宗教团体能投入社会公益 先元林芳于及陈宇君 肯定宗教团体对社会公益的贡献 同时也欢迎他们来到埔里受奖 相信接持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 促进产业发展 让来自于全国的宗教团体 有这一个机会来到埔里小镇 来到南投 一日或者是两日游 借由这一个的表扬活动 也可以对我们当地进行一些的了解 相当的不错 同时也要恭喜我们今天所有获奖的 来自于全国的宗教团体 非常感谢他们在我们的救灾 或者是一些困苦家庭的协助上面 都给予非常大的一个益助 那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表扬大会 也有机会让全台湾各地的 这些很优秀的 很有爱心的宗教团体来到埔里 然后也促进我们地区的产业发展 副委员排全恭喜来自全国获得 表扬的164个宗教团体 也期许在全国宗教团体 为社会公益事业付出之下 能够让爱心充满每个角落 创造更和谐的社会 记者称为一 普立真采访报道